突然出现的激烈焦火声 让摄影记者边拍边逃 这是乌克兰1加1电视台现场直击 国际原子能总署代表团 是如何冒着炮火 前欧王炸部落任何电场视察 常常车队被迫暂停在路边 幸好紧张状况不久后就解除 只是当车队抵达核电场 另一家随行的德国媒体 记录下场区内的紧张 德国记者还发现场区一出水管 不断漏水 玻璃碎片洒满地 原来是建筑窗户都已经被炸坏 为了确保核电场运作 IAEA将留下六名视察员待几天 其中两人会常驻 等于要和俄军重兵坦克共处 我们感觉像侵犯人 我们实际上不能做我们的职业 我们不能持续电脑 车队 记忆卡 天使如果你不错看一战 你能够被迫在架子 乌克兰总统泽鲁斯基认为 国际原子能总署进驻核电厂 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控制乌克兰最大核电厂 现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还说 要无限期切断一条 通往欧洲的重要功力管线 恐让欧洲能源价格再飙高 G7也准备对俄国石油进口 制定价格上限 莫斯科不甘示弱 揚言 干脆断购 TBS新闻 中文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